家居光纖寬頻的選擇本身就不是很多 而且很多時因為覆蓋問題根本就沒得選擇 住在偏遠地區或村屋的朋友相信就很明白 因為就算你肯付錢 速度也只有8m 分分鐘用電話去share網絡更快更方便 其實用電話網絡去取代家居光纖寬頻 是否真的沒可能呢 現在5G的覆蓋率越來越高 除了電話可以轉5G plan之外 有沒有想過家用寬頻都可以轉5G呢 今次就和大家介紹SmartTone最新推出的Home 5G寬頻 正正將5G網絡技術帶到家用寬頻的層面 令到大家除了光纖寬頻之外 還有多一個選擇 SmartTone最新推出的Home 5G寬頻服務 顧名思義就是用5G網絡去取代家居寬頻 簡單來說好像用電話上網一樣 都是要一張5G的SIM卡 然後插入去支援5G網絡的無線Router 就可以用到 跟一般的家居寬頻 要約師傅上門安裝和拉線就很不同 基本上一插電就可以上網 還不用就翻光纖和Lens線的位置 在家中找到一個信號強的位置就可以了 而大家最關心的網絡速度 我們稍後都會有更加詳細的測試 但就跟大家預告定 絕對拍得住家居光纖寬頻 至於收費方面 SmartTone Home 5G寬頻 基本月費是238元 現在做優惠 扣除每個月90元的回贈 價錢只是148元一個月 需要簽124個月的合約 計算條數 跟光纖寬頻差不多 不過這個月費就未包無線Router 用家雖然可以自備器材 但我都會建議大家用SmartTone 5G Wi-Fi Router 這部機的原價是$3098元 登記服務客戶買機優惠價只是$2160元 它的機身不算大 用上白色拉線外殼 手感和觀感都很不錯 亦都方便擺位 而功能方面 它支援3.5GHz的頻段 以及內置SMC DSS動態頻譜共享技術 前者就是為5G服務新增的頻段 可以提升網絡的速度 而後者就是透過4G和5G的頻譜共享技術 確保大部分位置都可以接收良好 令到一些被稱為5G黑洞的地區 好像大埔、萬安山和赤柱等等 都可以收到5G 而在無線連接上 這部機已經提供最新的Wi-Fi 6規格 最多可以同時高速連接30部裝置 理論上上載和下載的速度 都可以去到542Mbps和3.8Gbps 另外機背亦都設有兩個LAN port和一個IP phone port 想用LAN線駁電腦又或者加裝Network Drive都沒問題 加上有WPS按鍵和對應App操作 又可以入去設定翻頁去做不同的setup 譬如是改密碼、限速、限容量和家長鎖等等 功能和其他Router都沒有大分別 介紹功能之後是時候測試一下它的速度 我們就會在公司不同的地方 分別用電腦去做Speed Test 用Netflix的電話App去下載劇集 以及用電視播放4K的YouTube 試一下串流的表現 每一個測試分別做5次 還分別試一下用大概100Mbps的光纖寬頻 和1000Mbps的家用寬頻 去連接Wi-Fi 6的Router去做參考 在電腦Speed Test上看到 SmartTone 5G Router的Pink Time 大概是18至25毫秒左右 對比起100Mbps光纖寬頻 Pink Time是沒有那麼快 但其實在30毫秒以內都已經算很快 除非你需要很多即時反應 譬如是股票買賣和打機等等 否則影響基本上都是微乎其微 至於整體的下載速度都穩定平均 大概是200至500Mbps左右 而上載的速度都有大概20至50Mbps左右 換言之甚至是快過公司的寬頻 相比起家用的1000Mbps寬頻又是怎樣呢 我們試一下用iPhone 12的Netflix 一次過下載一閘後翼氣兵 在速度上都不算差很遠 用Home 5G的寬頻下載大概263Mbps的後翼氣兵 要1分鐘多些 而用1000Mbps的家居寬頻大概是58秒 不過轉流直播Netflix和4K的YouTube 在流暢度和反應上都沒有什麼分別 很快就可以去到最佳的畫質 所以其實Home 5G和光纖的寬頻 在速度上和穩定性方面都很接近 而我實際試用過之後 更加可以見到它們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工作的需要 我自己去到外地 經常都會用到Wi-Fi彈 去Share Wi-Fi的Network給自己的電腦用 所以對於Smarttone Home 5G的寬頻原理 都不會覺得很難理解 最多都是關心速度上和光纖的寬頻會差多遠 而我們實際試用過 在速度上和1000Mbps的光纖寬頻相比 原來都只是差少少 如果和偏遠地區又或者村屋的 8Mbps寬頻相比就應該快很多 如果是日常應用 好像是上網和煌劇一樣 Smarttone的Home 5G寬頻絕對是聲任有餘 只是上載會差少少 雖然速度上是犧牲了 但換來的是免拉線和一插電即用的方便 就算遲些半路 直接帶走再穿上機器就用得了 這一點的確比起傳統的光纖寬頻 簡單和快捷得多 大家怎樣看Smarttone的Home 5G寬頻這個服務呢? 快點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 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我旁邊的鐘 Bye Bye